看娱乐八卦 看港圈风云 揭秘明星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 这里是港圈日报 如果说国语天后是蔡依林 那电音天后一定是非谢金燕莫属 谢金燕15岁出道 曾两度拿下台湾金曲奖 最佳女歌手 一度风头无两 却多次被父亲诸葛亮 推下深渊 原来诸葛亮好赌 欠下天价债务后 却销声匿迹 谢金燕被迫替付还债 日日被债主上门追讨 负面消息铺垫盖地 星途几乎被毁 好不容易起腹 事业巅峰时 诸葛亮又跑出来 大抱他有私生子 谢金燕再度成为众舍之地 无比绝望的他 宣布断绝妇女关系 诸葛亮却不放过他 一次次利用他博关注 不堪其扰的谢金燕 只能再次退出娱乐圈 谢金燕半生渴望负爱 却一次次被伤得体无完肤 好在他从不认命 父亲去世后 他再度走上舞台 姐姐是不会放弃的 这就是我一直坚持下去的理由 连刘德华也为他鼓掌 王中伟曾这样评价他 人生路上经历风风雨雨 他一律不回应 一路靠自己 终于扬眉吐气 深深为他骄傲 1974年 谢金燕出生在台湾高雄 父亲是闽南地区 富如皆知 曾与张飞并称为 南珠北章的综艺节目 主持人诸葛亮 作为新二代 谢金燕本该风光无限 可他的童年过得并不幸福 而亲手将一切幸福摧毁的 正是他的父亲 尽管诸葛亮 台湾主持界的地位不容置疑 但其私生活十分混乱 花心还烂毒 他一生有过四段婚姻 育有五个孩子 谢金燕的母亲 是他第二任妻子 自小父亲便常缺席 在谢金燕不多的记忆中 他还常常家暴母亲 逼母女两人共事一夫 妈妈是一位传统女性 丈夫就是他的天 生活里的言语暴力 他挺住 日常的肢体暴力 他可熬 甚至在同屋檐下 接纳父亲外溢的女人 只求小孩有个完整的家 谢金燕母女三人 没能等来父亲的关怀 只等来了这个夜不归宿的男人的 离婚协议书 三人苦苦挽留 可诸葛亮去意一绝 母亲净身出户 身无分文 母女三人从此过上了漂泊的日子 好在母亲坚强 将谢金燕姐妹俩抚养长大 15岁那年 谢金燕偶然看到 电视上要举办美腿小姐 比赛广告 长相清秀 身材高挑的她 决定一事 也许是上天眷顾 谢金燕一举 巴得头丑 顺利进入演艺圈 天分和运气使然 谢金燕资源不断 影视歌三夕全面发展 在台湾人气爆棚 吴宗献夸她 已经属于台湾的契机 台湾瑰宝级的一号人物了 她接受大兵日记的邀请 先在电视剧中混个脸熟 后又先后参演 少爷当大兵 和新奇龙珠 事业蒸蒸日上 而这一年谢金燕仅仅17岁 未来似乎光辉无限 可意外降临了 1991年的严冬 高强度工作后的谢金燕 准备和姐姐出游放松一下 本以为只是个平淡的下午 可没人了到车子开到半途 突然车身倾斜 一场意外的车祸发生 姐姐和谢金燕当场昏迷 被好心人送到医院 谢金燕在重症监护室 烫了整整三天 毫无清醒的迹象 刚开始好转的生活 再次被磨难击垮 母亲六神无主 只好给诸葛亮打电话寻求帮助 好在诸葛亮这次没有推脱 他立刻跑到医院 仔细询问女儿情况 又联系了在日本的朋友 将谢金燕送往日本治疗 车祸后逐渐恢复的谢金燕与诸葛亮关系缓和 在日本治疗期间 他放下从前的恨意 还与父亲打趣 如果你以后结婚 我可以去做你的伴娘 身体恢复健康后 他还在媒体上表示 我最感谢的人是我的爸爸 从此诸葛亮闯入谢金燕的生活 劫后重生 谢金燕更感恩生活 由于后遗症 他无法继续演员工作 所以摇身一变 成了歌手 转型不易 诸葛亮在这期间 也给了他的莫大帮助 他邀请女儿 到自己主持的金牌节目中做客 增加曝光率 联系好友刘家昌 帮助全新专辑 你真酷的宣传 谢金燕重回大众视野 日子仿佛在一天天变好 可是人永远都不知道 明天和意外 哪个先来临 诸葛亮烂赌 是台湾娱乐圈 人尽皆知的事 密尤里亚平曾说 总之就是天上飞的 赛哥 水里游的 赌掉几斤鱼的 地上跑的 麻将六合彩赌狗 他都可以赌 赌影害人 诸葛亮浪迹赌场 最终自食恶果 1999年 他欠下了 天价赌债 无力偿还 不负责任的 本性又回来了 他带着 现任娇妻一走了之 把烂摊子债务 留给了谢金燕 债主日日上门追讨 谢金燕不得安宁 替父亲还了一部分 算是报答 他曾经的恩情 可是媒体公众不买账 铺天盖地的负面新闻 接踵而来 谢金燕的歌手生涯 接近被毁 幸好 曾经的人脉 发挥了作用 台湾演艺圈的 大佬杨灯辉 推了一把 让谢金燕 退出娱乐圈 诸葛亮一走 就是十年 谢金燕 也熬了十年 好在 他不信命 把全部的心思 放在了创作上 他在歌唱界 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两次成为台湾金曲奖 最佳女歌手 提名更是无数 此时 谢金燕 其实还没有对父亲 有太多怨恨 但没想到 他的一再容忍 换来的却是 诸葛亮丧心病狂的爆料 2009年 消失十年的诸葛亮 忽然宣布回归 但此时 他的梗和主持风格 已经不太受年轻人欢迎 为了炒作 他多次在采访中 透露出 女儿与自己往来不密切 关系惨淡 忍无可忍的 谢金燕 在一次举办演唱会时 便放了一段VCR 里面的内容 是诸葛亮家报妻子 并让妻子与小三 同住一个屋檐下的消息 多年来的委屈 在这一刻 倾诉爆发 而诸葛亮 不仅没有感到愧疚 还进行了反击 他站在媒体记者面前 大报谢金燕 有私生子 18年 我都没有跟女儿 谢金燕见过面 他发生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 记者跟我讲 你女儿有孩子 我还不相信 一时间 谢金燕再次成为 重视之地 但是人到中年 经历了大起大落的他 早已无所畏惧 他大方坦白 的确育有一子 但孩子并不是自己的 热度的附属品 不想家人的生活 受到打扰 但因他不愿 透露孩子的生父 又引发了一大波讨论 出道以来 谢金燕和八大荣誉董事长 杨登奎的儿子 杨宗宪传过绯闻 公开过的前任 有王诗贤 诸葛亮的前助理 一口咬定孩子的爸爸 是杨宗宪 百分之百 这是我们当时就知道的 这件事不是小燕亲口跟我讲 是谢金燕哥哥跟我讲的 对此 杨宗宪完全不知情 他和谢金燕多年未见 是从记者口中 才知道此事 我觉得我跟他联络上在回答你 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 王诗贤也被记者追问 但最终他否认了 自己是孩子的爸爸 媒体删风点火 还影射和谢金燕 合作过的黄少奇 是孩子的生父 黄少奇很是不满 直接发出律师声明 我2003年才认识谢金燕 当时他的儿子已经五六岁 舆论沸沸扬扬 后来谢金燕的哥哥出来回应 除了谢金燕本人以外 没人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 所有人说的都只是八卦与猜测 本人不再另做任何回应 谢谢 不堪其二的谢金燕 只能宣布退出娱乐圈 此后谢金燕完全将儿子保护了起来 不让孩子曝光 也不再回应任何关于孩子 及其生父的问题 也彻底跟父亲诸葛亮断了联系 为了偿还赌债 诸葛亮也重新进入演艺圈 哪怕人气不比当年 但还是活跃在大众事业面前 只是报应来得比想象中的还快 2014年 诸葛亮在舞台上主持时 忽然感到一阵不适 去医院检查后 医生发现他患有大肠癌 但一心想要偿还赌债的诸葛亮 并没有把身体当作一回事 这样导致的后果 就是他的身体越来越差 只能靠着药物支撑 2016年 诸葛亮晕倒在舞台上 他的大肠癌已经到了晚期 看到如此严重的检查结果 诸葛亮这才停下手头的工作 住进了医院接受治疗 住院期间他与家人的关系稍有和解 除了谢金燕 毕竟当年的事情带给他的痛苦太大了 以至于他无法原谅父亲 后来在医生的照料下 诸葛亮的身体有了好转 于是他在自己刚有一些起色时 又开始疯狂的工作 这些工作让他的身体严重负荷 而后再次住进了医院 并且比上次更加严重 看到新闻的谢金燕终于忍不住了 血缘的牵制让他来到了父亲的病床前 当他透过病房的玻璃 看到骨瘦如柴的父亲时 多年的仇恨在这一刻终于烟消云散 这场20年的恩怨终于在诸葛亮临终前 拉下了帷幕 对于儿子的生父始终都是外界猜测 他从未透露 算起来他的儿子应该已经25岁了 如果有儿子照片 想必生父是谁就一目了然了吧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您播报 明星的屈人屈市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